當若進來的時候 我一看不到三分鐘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都不可能是論文 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論文 然後他的那個所謂 第一張的 第一張的那個畢業證書 他告稱畢業證書 是用打字機打的 有人全世界最爛的大學 畢業證書也不可能用打字機打 我一看他那個目錄 連目錄都不會做 開玩笑 然後 後製連篇 然後裡面 真的是 這樣的東西 你不需要去認證 你只要看了 你就把它丟到 垃圾桶就對了 OK 怎麼可能把它放在那裡 侮辱全台灣的知識分子